英国国会星期五二读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支持患上末期绝症 还剩不到六个月寿命的成年病人 可以在医疗补助下进行安乐死 尽管法案还需要提成三读 条文也可能会被修改甚至是否决 可是工党议员还有支持者依然十分雀跃 大肆庆祝英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不过反对者就质疑 难以制定妥善的方案 而且不应该鼓励病患用死来寻求解脱 英国国会下议院星期五针对安乐死法案 激烈辩论了五个小时后 以330票赞成 275票反对 二读通过法案 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 18岁以上的末期病患 取得医疗协助进行安乐死 不过要申请安乐死需要符合条件 包括必须具有完全心智能力 能够自主决定 而且必须有两名独立医生 认定预估寿命只剩半年 此外 申请者还需要接受两名医生 和一名高等法院法官的验证 确保他是自愿做出这个决定的 施压或强迫他人结束生命的行为 可面临最高监禁14年 辩论结束后 动议的工党后座议员利德比特 告诉媒体 法案二读通过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鼓舞 强调法案可赋予临终病人 选择权和自主权 缩短痛苦 不过保守党议员认为 应该让末期病患得到更好的医疗待遇 而不是提供他们合法的自杀服务 况且法案还不够成熟 有许多漏洞 貌貌然落实 风险太高了 那是一个高危险的动作 但我们看看他们正确 国会里头激烈辩论 支持者也在外头紧张等待 法案宣布二读通过后 支持者随即在国会外头大肆庆祝 这是一种超级的高危险 高危险 高危险 无论如何 这项法案需要通过三读 并交由上议院表决 过程中可能会被修改或否决 最快要到明年4月之后 才能展开进一步审议 就算三读顺利通过 还需要取得英国王室预准 才能正式生效 感谢观看